歡迎來到2月24日的兩岸無格仔日明中港路聯網 這一節我們會在香港無格仔播放 第二節麻煩大家疑似玉報 去秋凱唐民國市地的頻道繼續收看 我昨天看到一個新聞挺有趣的,英國那邊竟然不夠蔬菜買 我也有聽說這件事不單止不夠蔬菜用,是不夠雞蛋 雞蛋牛奶也傳了一段時間,課源不充足導致短缺 有一個說法是因為勞動力成本上漲得太厲害 之後有俄烏戰爭 大家都知道烏克蘭其實是很重要的這些穀墨出口的地方 因為受到這個影響,你自養的雞的成本就大增 沒有雞就沒有蛋,雖然大家都在問有雞還是有蛋 在現今社會沒有雞就不會有蛋 烏克蘭那邊佔全世界的糧食生產 但問題是那5%佔到歐洲的比重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說突然之間菊物出不了口,又或者出口的 運輸成本大增的話,歐洲那邊基本上都很糟糕 我看過,例如衛報那邊 原來在這個糧食短缺的問題都有一個 很詳細的報導 首先,我剛才在說的是梳塞的問題 梳塞原來它最主要的問題是 英國在西班牙和摩洛哥那邊入口 誰知道這兩個地方中間隔了一個地中海 原來在地中海裡面有一個很強烈的雨帶 在摩洛哥北部 我們如果看過西甲的話 就會看到馬略卡、馬拉加、華倫西、巴塞羅那這些地方 也正在下雨 我們在錄影,那時候已經在打萬聯對 巴塞羅那,波塞羅那主場 不好意思,萬聯主場就不關事 奧斷福那邊的天氣很好 但是老盈那邊 今天還在下大雨 所以 這件事會影響到英國那邊的糧食供應 如果大家去買蕃茄、胡椒、西蘭花、菠菜等 基本上都是短缺的 至於你剛才說的 雞和雞蛋的問題 甚至是肉類的問題 就很明顯真的是 俄烏的問題 我正在看衛報的報導 這些影響我真的完全想像不到 原來是可以去到這麼基層 也證明了一件事 就是我們的阿龍哥是風衣足食的 暫時未受到影響 我正在吃蕃茄 證明是曹總一家也是風衣足食 情況也相當嚴重 最主要都離不開幾個因素 就是天氣和糧食的短缺 勞工成本的問題 還有運輸成本 當然還有一個就是 這幾個形成了一個完美風暴 導致全球的糧食 出現了一個短缺 當然這個短缺不是去到 非洲的大饑荒 你看到有小朋友 手手腳腳很幼 肚皮又很脹 不是在這個情況出現 但是 話說回頭 現在我們是一個地球村的概念 台灣自然自然自然會受到影響 所以最近台灣的新聞最熱的 莫過於這個缺彈問題 首先 有一個議員助理 發出了一張照片 拍著一個貨架 貨架上面寫著 那個是賣彈區 但是下面的貨架是全部刺的 於是引起了一堆人的共鳴 後來有很多的民眾 就好像變成打卡 好像一個運動 或者那些叫TikTok的challenge 走去不停拍攝附近 超級市場的蛋 賣蛋的專櫃 看看有沒有蛋賣 我發現全部都沒有 而茶葉蛋 超級市場的71 全家的那些 賣茶葉蛋的盤 就只剩下茶葉湯 蛋就不見了 有些直接 連煲都洗乾淨了 就掛個牌子 就說我們沒有茶葉蛋賣了 這個 已經變成了一個警官 大家一起 拼命不停拍 所以我不知道 現在英國的情況 去到什麼程度 還有 英國的媒體 會不會有 報導 到底政府有什麼措施呢 措施的話 我暫時還沒看到 只不過是 例如你BBC的廣播 又或者是 那些報紙 只不過是拍攝 超市的貨架 基本上沒有什麼蔬菜 至於你說彈的那一方面 我見證客們 都比較少 炒作 基本上內閣就是 研討中 至於倫敦地區 例如倫敦地區 已經出了限購領 例如你 一批 大概一打彈左右 他就 說明了 你去到卡卡 就會有員工 限制你 最多只能夠拿兩批彈走 那一隻 在中華民國方面 我問過台中小編 台中小編說 情況確實很嚴重 而且也不是 始於一日兩日的事 至少是由上年年頭開始 缺彈的情況 已經開始出現 當然 他是做蔬菜那一邊 所以 蔬菜水果那邊 所以加禽類那邊 他說他也要收多些封 拿多些資料 才可以跟大家說到真實情況 我問他一句 是不是跟國際情況有關 當然是有關 當然 你去到選舉之年 今年就已經是這個長寶 下年年頭是選舉 在野政黨一定會執著這件事 去炒作 然後去說執政黨的不是 正如你英國目前的情況也是 英國所有的物價都是不斷飆升 你在野工黨 自然就會拿這件事來攻擊 這個保守黨 影押英物價作為一個的主打 國民黨也是同樣的 不斷在說彈的問題 不只是說彈貴 也還是一件事 現在連彈也沒有 而民進黨也是套用那招 他的質疑 1450 跳出來說 不是沒有彈 我買到彈 但是別人問他 拍張照來看看 他真的有拍張照 但又被人看到 原來賣彈的地方 是有彈賣 但是寫著說 每人只限購一盒 所以網民就很生氣 你 拍張照也說限購一盒 如果是彈的供應充足的話 為什麼要限購呢 引發了網絡的罵戰 一開始 民進黨的政府也是不想認 但是最近 盧委會主委陳吉仲 被迫出來說 現在每天 短缺70萬隻彈 這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例如我看回衛報的補充 其實 原來這真的是全球性的問題 最簡單就是 英國 荷蘭 德國和德國那邊 甚至美國和日本 都有一個 極度嚴重的 禽流感的問題 令到 雞蛋 因為禽流感 要阻止它 基本上就好像 當日習近平在武漢裏面 醫治武漢肺炎的辦法 勃殺 盡快消失 人道毀滅了雞的狀況 這些勃殺 雞 本身都是成本 你轉嫁進去 蛋入面的話 甚至令到一堆蛋 需要 18元美金 至於美國和日本 也有同樣的問題 除了 我們剛才說的 烏烏戰爭的公物出口 的問題 之餘 其實就是 這個禽流感 大流行 導致 滋養 撲殺 醫療的成本 大幅度上漲 例如 美國那邊 一堆蛋 都已經是 17、18元美金 例如 台灣那邊 原來 從2月開始到現在 這三個星期 已經撲殺了74萬隻 雞 這件事 是會 嚴重影響到 蛋類 甚至是肉類的供應 但是 執政黨或者在野黨 有沒有公開這些分析 然後 告訴大家 究竟那個應對是怎樣 當然沒有 在野黨只會撿著 那個現象 去做一個宣洩 這樣才可以搶到選票 某程度也是對的 我是在野黨 我都不會 給你提示 你怎樣解決 第二件事就是 就算你在野黨說了 執政黨 也不一定會聽 這件事 但是 另一方面來看 其實 很多 普羅百姓 他生氣的並不是說 沒有蛋賣 其實有很多人都知道 缺蛋的問題是一個全球的問題 而且 正如你剛剛說 跟琴流感有關 琴流感 目前自由地區 台盆金馬也是一個重災區 不要說是否撲殺的問題 雞生蛋是一個限度 始終那些沒有機會 最後會 你要劏掉 去到一定的時候 那個自然的流失率 都已經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再加上 農產品的開放市場 是不夠透明的時候 造成了國內 沒有雞去生蛋 然後國外的市場 又引入不了競爭 最令人氣憤的 其實就是 農委會的官員在這件事上 他是怎樣去處理 例如英國 英國 都是說 外國在研討 商量對策 但是他又做了一個很差劣的公關show 就是找了行政院的副院長鄭文燦出來 走一轉超市 然後發現台北的超級市場裡面 全部都是蛋 雞蛋供應充足 現在沒有這個問題 於是被人恥笑 鄭文燦同志及陳吉仲同志 視察超級市場 即是說好像北韓那些 北韓領導人去視察的時候 超級市場一定貨架是滿的 平時是兇嬌嬌什麼都沒有 買東西要排隊排生死的那些 那些人現在就是恥笑他這件事 你出現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不是說 這個問題存在 我嘗試去解決問題 即是你嘗試解決完之後解決不了 也會有同情分 但你不是 你是用這樣的方法 去做一個公關show 最後你又不認不認 又要還需認 陳吉仲後來又出來 是不對的 是錯的 我們現在是欠70萬隻的 他自己也說 要下個月才可以在澳洲買到500萬隻彈回來 現在變成遠水救不了近火的情況 然後 你網絡上那些綠營質疑 又起到鼓吹 現在沒有缺彈的情況出現 變成民進黨 黨的宣傳機器根本就控制不了 網絡質疑 變成火上加油 即是催生了這個民怨 你要處理直接香港 即是討論這個問題 即是要去國安法 你看香港的傳媒有沒有討論過這些東西 沒有 香港有另一個 即是還殘留著舊香港影子的就是 貿易制度仍然是開放的 因為香港真的沒有什麼產生雞蛋 你很少看到香港產的雞蛋 你以前去茶餐廳吃 你見到後面貨欄的擺餘都是河北鮮雞蛋 不止 我聽回來 你說的日本雖然日本那邊 自己本身也缺貨 但其實出口去香港的雞蛋 原來那個供應都是非常穩定的 之前說有4億隻 香港人吃了4億隻 所以 吃到國安問題相當之大 不吃祖國的雞蛋 怎會感覺祖國的因 那就是香港 第一就是開放的貿易制度 第二就是 香港裡面的糧食供應商 其實他們的採購網絡 是非常之健全的 因為始終香港沒有農業 農業比較薄弱的關係 這些貿易網絡 他們看得非常緊 如果你說香港的糧食價格 是不是突然飛漲得很厲害 我聽回來茶餐廳就是 但是如果你說原材料供應 甚至是雞蛋或者蔬菜的話 價格是有加價 但是據聞是沒有想像中那麼厲害 所以其實你是會比較到一件事 就是 香港怎樣處理 例如我們今次說的 這個蛋坊的問題 蛋坊的問題 香港就是用極強大的採購網絡 令到 一般的市民感受不到危機 但是 台灣的那邊就反而 雖然你說民主政制 兩黨政治 大家都關注 首先就是 國內的蛋農 用什麼方法 去解決這件事 至於 迫著要去到澳洲 軟水救近火 這一點 只能夠說 因為台灣本身就是一個農業 農業實力是很不錯的 狀況底下 真的沒有想過 連這些東西都要向外採購 所以 才說一個月後才有足夠的雞蛋供應 我覺得這件事也合理 台中小編有說過一件事 他就說 他覺得香港 仍然是這方面 目前暫時還有一個優勝的地方 就是 你剛剛所說的 他的採購網絡很強大 OK 他譬如以前說水果方面的貿易 他都感受到香港商人的網絡 他說這個是台灣那方面 還有很長的路 才能夠追上香港 OK 在 貿易網絡上 其實是顯示了什麼呢 其實就是顯示了資本主義的運作 那個體制 就是說 當你一個物價 上升的時候 證明那個東西是稀缺 你物價上升了 然後是否會有人覺得有利可途 然後增加生產 就是理論 然後從而你到最後 你的供需平衡 你的價格自然就會降下來 但是農委會就反其道而行 農委會就用回40年代 好像 上海那種 平益物價方案的情況 限價 雞蛋限價 OK 雞肉限價 但是到了這個情況之下 你這樣限價其實是適得其反的 因為你會打壓了那些商人增產的意願 增加生產的意願 是不是 你增加生產的意願 削弱了 然後你又有所謂的 琴流感學殺雞借的津貼給我 為什麼我還要引入多些雞借 第一引入多些雞借的話 現在琴流感的高峰期未過 我引入那些雞 幼苗隨時可能 還死得快一點 我用絕本無貴 你一有寶座給我 第二你打壓我的收購價 搞到我沒有肉吃 我不如就躺平 所以變成最後 其實現在養雞業的困局 正正因為這個 按照資本主義的供需定律 的方法 走出來的一件事 一個怪胎 就導致了今天這樣的困局 所以在這件事上 目前來說我覺得陳吉仲都是一條黑路走到底 都還沒有改完更章的跡象 但我看到陳吉仲這個名字 你也批評不下兩次 就是主政這個農委內的無能狀況 沒辦法 第一台中小編最熟這件事 第二就是在他任內 他基本上是內閣入面 民望最差的 但是他也是少數民望差到極點 他到現在還是坐起那個位的人 你就很想知道 為何今次大選 即來年那次大選 會這麼暗途洶湧 辦把提暗的一個 幾個局面 因為這些社會現象 令到 普羅百姓是相當不滿 已經是 去到一個不分藍綠的地步 除了你深綠那些沒得說 深綠那些就一定要 繼續撐到底 深藍那些也是撐到底的 問題就是 在台澎金馬中間選民的基礎 其實是越來越廣闊 所以 到底最後哪一個能夠理性地操作 這一堆議題 能夠 給民眾 一個希望 這個政黨 是有解決方案的 我覺得那個政黨才會獲得最多的中間選票 所以 我們暫時來到這裏 下一節 我們就 講一下 趁這段時間我也補充一下 英國那邊 雖然表面上 政府也會 跟傳媒說 我們正在研究 但是 我見其他不同的報導 英國政府已經動用 緊急採購計劃 亦都跟本地的彈商 加強溝通 看看可以 擠到多少庫存出來 其實 都是一個 解決方案 雖然 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 溝通而不是限制你的收購價 我覺得 這是一個疏度 而不是 好像大雨治水 大雨治水不是 他要起高個堤去擋住你 而是他 真的疏度你的 洪水 你解決這個問題 你不介意價高的 其實最重要是先買得到 你有 多還是少 有和沒有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分別 其實是 觀感上 你想想台灣有多少早餐店 如果早餐店沒有蛋用 做不到蛋餅 做不到蛋補 是不是 沒有包製出來 最後怎麼辦 你覺得 雞蛋這件事 為什麼會罵得這麼大 但是他始終都是一個最基本最基本的食材 你可說不好聽 你說調味、包餃子、包餃子等等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用到雞蛋 所以 雞蛋這件事 一出事 大家已經很切身感受到那種危機 沒錯 但是目前來說 我切身觀察 發覺 藍綠兩黨 各自各精彩 黨內的 一些 矛盾的玩法 我們下一節回來 我們就會 跟大家分析一下 到底現在藍綠在玩什麼 最近 有看開秋彤文國頻道的朋友 都已經發現了 為什麼突然有廣告播 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 我們終於被人解禁了 不用像某個頻道那樣 需要去到 大概 5萬人 即5萬個訂閱 才解禁 我看到有些人很瘋的 5萬才解封 有些是這樣的狀況 政策上應該是1000人就可以解封 希望大家如果看我們閉頻道的時候 短的廣告都看了 長的廣告都看了30秒 拜託大家 不無幫寶 下個月我們有新的外景計劃 都需要大家鼎力的支持 我們下一集再見 我們也要補充一下 為什麼呢 你說起這個問題 我們那邊的 香港無格仔的黃標 也是非常之嚴重 希望大家 就像你說說短 大家要鼎力支持一下 香港無格仔 因為我看到 阿郎上個星期是 拖著他 病虛人 繼續和大家做節目 這個精神是十分令人敬佩 我想知道黃標的話 情況 這個情況 會嚴重到什麼地步 聽說上次有一個 收市率也很高的 但也只有幾磅的收入 就是和你 做過這個 阿佩虎人訪台的那一年 六萬多然後只有幾磅 然後最近有一個破了十萬的 的影片 又是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之間被他禁止了 又是 只剩下十幾磅的收入 YouTube 真的很恐怖 他立刻禁止你 是呀 嘩 真不得了 好 我們等一下再看 我們下五分鐘之後 下一節回來 看看到底這個 綠營 我們史上最短命的 行政院發言人 為什麼因為叫雞叫到要下台 還有 另一位政壇的朋友 這個徐考心小姐 他想做大衛 擊敗你 打敗這個 國民黨史上 應該算是最資深的一位立委 看看他們的戰況如何 稍後回來 臭海塘民國頻道見 拜拜 拜拜